大言就說 追阿伯的話 你繼續追的話 他就要反擊啊 提出那種恐嚇 我不理他嘛 跟特別是民眾黨的結合 做一系列的政治操作 這是一場我主持正義 打擊貪賭 然後他們的反撲的遊戲 我們是正面跟這個 跟民眾黨的作戰 對大言跟村長來提告 就是毀謀罪 對 那我們來告他 妨礙我的名義 我們要來提告 他的PO文就是講說 叫我不要再對付阿伯了 那政黨你也看到了 後面操作的痕跡嘛 不管是陳志涵 不管是吳怡軒等等 所以我們是正面跟這個 跟民眾黨的作戰 然後他們為了要救阿伯 那我們行使這個市議員的天職 來抓攤子 來打擊這個 倒叉吃人肉的土地財團 我們是毫不畏懼的 壓力很大 可是我們會堅持信念 來繼續追查必然下去 大言就說 追阿伯的話 你繼續追的話 他就要反擊啊 提出那種恐嚇 我不理他嘛 他才有那個 所以他才有後續的一些動作 而且他最後是跟 跟村長跟特別是民眾黨的結合 做一系列的政治操作 這是一場我 我主持正義 打擊貪賭 然後他們的反撲 的遊戲 簡單講就這樣 沒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公和信息他傳的吧 那你不是說 你不舒服嗎 那你幹嘛傳公和信息 要調回台北 他在桃園當公務員 那你這麼討厭我 你還跟我商量 你要調回台北 跟我講這個事 他還傳照片給我 你討厭一個人 會傳照片給人家嗎 這就是政治操作 他說前輩不要破壞藍白河 有沒有 開始開始 我說柯文哲 藍白河 不藍白河 好好的副總統 不重要做階下球 他要說 不是他拒絕的 你也知道 他一開始是要合的 我說黃先生讓他反悔 他說可能是吧 那大家好像火氣都很大 真的真的 後面這個 後面他收回 因為後面那個 我會請檢察官還原 他這三者就是說 你繼續攻擊阿伯 我就要攻擊你了 我們會請檢察官還原 大員說他收回 這是他誤傳的結婚 他沒有打字 他就是誤傳的 是字 他就說謊嘛 今天來提告有關心嗎 會不會擔心 他們如果不欺負 最後就過時 大員的連水 他說他的時代 你搞不好變成法院認真的 是不是很大 他講一句我告一句 所以一醉一把 講一次告一次 誰有信心到贏 一定會告贏 上次和韓其他 最近也在公共區會 會不會覺得 民眾黨不緊張 因為可能就是 要逐一公共的 盜料人讓大家 對盜料理性的主張 是這樣子嘛 這就是烏賊戰嘛 那當然游淑會 比我更辛苦 他女生嘛 對不對 那是壓力很大 我跟游淑會 堅持到底 他不只這樣黨內 也扯後腿啊 哪裡只有民眾黨嘛 所以我們很辛苦 請大家多支持 請台北市民多支持 我們追查官商勾結 是我們的天使 我跟游淑會 我們會奮戰到底 那是我們的天使 我們議員 很期待